大家好,我是卡洛斯 上次跟大家介紹了真空吸索遙控船2.0的扣相 亦都答應了跟大家介紹編程方面是怎樣寫法 所以在完成安裝之前 我今天先請到一個嘉賓 就是我的同事,林Sir 這位就是我在譚里略分紀念中學 設計科技的同事 林俊鋒先生 他用這個Micro-B的經驗也很多 所以我今天請他來講解 這個Version 2.0的程式是怎樣寫法 今次我們用了這個小貓科技之後 你發覺有什麼問題? 很懷疑的延伸可能是Bug 用最簡單的方法寫 就有些奇怪的模帶有奇怪的情況出現 我當初也寫了 用了這一塊去控制 我以為可以控制到唐記 但是在唐記的時候控制不到order 於是我就找他來救命 因為他用Micro-B的機會比較多 終於他就想到一個解決方法 我們現在看看他寫的Program是怎樣寫法 對 這個就是原本的失敗 這個你還會不斷轉 對 我本身只是想做這麼多 但因為沒有限制 所以他已經發出過這邊 因為船頭左右轉 應該有角度限定 你不會轉過龍 就會打多船 所以就要設定限定 他用船軟感應到Micro-Beat 控制 他擺動時的角度 應該是理論上的船頭 根據他這個感應角度 就作出反應 這個船頭擺動 當他拿到那個感應值 對 他就把這個角度發送到船上 但是他會過龍 對 如果太多的話 怎麼辦呢 因為我們會在船上加一個Mapping 就是反制了角度 因為本身Mapping 走由-20至-20 相等於船頭是-45度至-45度 當他收到控制度是45度 對應Mapping 然後他就會瘋了 就會自轉 有機會我們買了一個360度的耳機 我們在Program中限制他 至少安全 就是開回我們最後完成的版本 我們怎樣控制 這部分就是控制角度 對角度 其實比起剛才的 就是多了中間的一部分 就是給他一個限制 如果他檢查到一個Angle 大於25度 或者少於-25度 都是當成25度 或者-25度 是的 即使是-28度 -29度 都是當成25度 即使是-30度 也是當成25度 是的 沒錯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 寫Program用的一個 就是用的一個手法 限制它在一個範圍之內 這個就是當初 應該最簡單的就是 按A就向前 按B就向前 按B就向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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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很合邏輯 對 但是去到Mikro B 船的Mikro B 他分析Mikro B 就出現了一些問題 懷疑可能是Extension 對 控制摩托車 有些時候 向前可能是可以走到的 但是呢 他就可能控制不到 它向後 或者有時候 最初打算這種寫法 按A就走 放開手應該會停的 但是我們放開手 沒有那麼任何 就是他都會繼續 那最終你怎樣解決 最終你怎樣解決呢 最終怎樣解決呢 其實呢 你要做一隻船 要走很多不同方法 這個方法 不可以用另一個方法 這個就是你最終那個 是的 這個段 是的 好 其實我們已經放棄了A B 控制前後 直接用了Mikro B 旋轉Sensor 前後 控制 幸好就是 前後左右都可以 但是問題 我覺得 你不按按鈕 就向前中 就走 我覺得不太好 沒錯 因為這個危險 萬一手震 就會用了 不能按鈕 所以呢 我就在這裏 加一個限制給他 檢查一下 B 會不會按實 有能按實 他才去拿 感應器的數值 去給他 那隻船 告訴他要走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給油 就是我踏油 再加上前 他才會走 又給油 向後才走 我沒有理由進入後波 不讓優勢會向後退 用回廣播的功能 傳出訊號 因為大家都是傳出數字 大家都是傳出數字 不懂得分辨 是否要轉圖還是向前向後 所以我就加了一個 Strength 給他 當他見到發送的Strength是ANGLE 讀回收到ANGLE的訊號 數值就給他轉圖 如果收到Strength 就向前向下 現在是兩個Variable ANGLE是左右傾的Variable Move是向前後傾的Variable 總之正數是向前,負數是向後 對嗎? 明白了 再看看接收那邊 只有兩部份 這個大的是控制摩托 這個小的是控制船 如果收到廣播的Strength Move 它就會用Move的數值 你看到有馬達M1A和M2B 因為我們兩隻馬達 兩隻馬達都是一齊向前 或者一齊向後 但因為我們要確保馬達 可以抵消扭力 做一個正轉一個反轉 你會發現 有一個是由負200至200 另一個是負200至負200 另一個是正負相反 因為我們兩隻大分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它應該是用 兩個馬達是用不同方向轉的 才會向前直走的 要抵消扭力的 這裏其實它那個Pix的度數 就是M2B的角度 就控制了速度 我傾斜多些 它可以走得快些 傾斜少些 這兩個數字大家可以自己調教 這些就不要動它了 大致上的PoGram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一隻船應該可以走得到 我們快快去拆拆好它 就放下去 遲到放小船 OK 安裝馬達的工序方面 跟以往都是差不多的 主要就是用兩個夾仔 上螺絲 將兩個馬達夾到那塊底板 至於馬達的軸 就要搏長它 然後才接上螺旋掌 為了用兩塊底板 形成一個角度 就要用螺絲 把鋸箱在底板上 要讓馬達的軸心和螺旋掌 露出在船身外面 就要在船身上 切出兩個噴口 自然兩個噴口的深度和闊度 都要足夠給我們去調教 兩塊底板之間的角度 在這個時間 大家最重要要留意一下 兩個螺旋掌是否方向不同 就是一個正轉 一個逆轉 因為我也見過 有些套件 是撿了兩個一樣給你的 這樣船就會轉轉 測試清楚兩支螺旋掌的位置 都沒有問題 如果兩個馬達都尚未接線 這個時間 就可以利用彩虹線 寒進去馬達 至於固定底板在船身的位置 最方便當然是用熱溶膠 除了底板的位置之外 角度方面都可以固定一下 最重要呢 就是肯定船浮在水面的時候 螺旋掌是進入水裡面 之後呢 一樣是用熱溶膠 固定陀基 陀基上面的陀盤呢 就是用螺絲安裝上去陀基 可以拉出來再安裝 以調教角度 所以陀基打橫地貼在船身 都沒有問題的 不過貼之前呢 記得先撕掉焦紙 如果你已經準備了船的上蓋 記得在上蓋裡切開缺口 讓陀基可以運動 之後就要將microbit 和擴充板都固定了 咦 似乎連上了膠殼呢 是頂住上蓋 拆了上蓋 安裝下去呢 就剛剛好 我們先試下 這樣的重量放在水裡 浮不浮到先 似乎就沒有問題了 為了避免船身 在螺旋掌的位置入水呢 我們都想了方法的 就是用兩條飲管 套著兩條軸 既可以減低 這隻軸和船身造成的摩擦力 亦都可以保障 不會漏水 當然啦 要真的不漏水 還要在船身和飲罐之間封膠 好了 只要裝回螺旋掌 船身已經弄好了 最後呢 就找索打一整理一下電線 記住 這個也是製作電子產品的一個 general practice 來的 來到這裡 其實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還沒說 就是怎樣製作船舵 但是由於船舵的設計和製作方法都有很多 你可以用CAD畫出來然後打印 亦都可以激光切割之後改造 所以我就把這個選擇留給學生 如果同工要教學生做的時候 亦都可以叫學生快回想像 想一下圖 怎樣可以影響船走得好些 好了 來到下水前的最後試驗了 我們將控制和接收的程序 分別上載了兩塊microbit 一切試驗正常 就進行下水禮了 現在就來放船了 放下去 魚以為有食物 咦 可以嗎 我們這個轉彎不行 不是 都轉到一下 轉到太小了 看一看 看一看 這塊東西 可以啊 看一看 多少手汰才可以釣到 對呀 釣到頭 在試驗過程 我們發現船 向前擺太 就不太靈活 向後就沒有問題 這個就歸咎於船舵的設計 所以我剛才也說了 在船舵設計方面 是可以改進船的表現 是可以改進船的 最後呢 還有一點 就是試驗之後 我們發現船的入水方面很嚴重 這個問題呢 也是要交給同學們 繼續去解決的 進入水 是嗎 船就撕完了 所以大家看到 今次這個2.0 我們都開發了一些新的方法 就是用了體感來控制的船 前後左右 以及轉彎 希望各位 如果想知道多點有關Micro B的操作 都多點留意我的影片 我是卡洛斯 他是林俊鋒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訂閱加讚 還有分享出去 拜拜